近年来随着活人健康卫生观念不断的提升 有不少人都会定期的做全身的健康检查 但是面对肠胃镜等侵入性的项目 就会让部分的民众心生畏惧 但其实有更好的选择 可以让检查也能够放轻松 那就是全身麻醉的方式 让病患在睡眠当中就能够完成肠胃镜的检查 民众不用再害怕痛苦又难受的检查过程 在早期要做胃镜检查 就必须从喉咙吞入一根长长的黑管制 过程十分痛苦 让很多人听到要做肠胃镜检查 就会立马脸色大变 化理医院表示如果会有所恐惧 其实可以用全程麻醉的方式来做检查 让病患以无痛的方式来轻松完成侵入性检查 所以我们无痛胃镜跟大胆镜 它的优点最主要就是让病人能够在心里能够安心 然后不会感觉到疼痛的状态下 顺利的做完完整的检查 因为人紧张就开始可能乱动 医生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做完完整的检查 或者说之前在做的时候 他可能感觉到疼痛 疼痛他可能就自己也没有办法 让医生能够完整的检查 那这些病人他可能就需要做无痛的胃镜跟大胆镜 不过要做无痛项目还是得经过医师的专业评估 才能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 如果一般正常人我们清醒的时候 我们肚子里面有东西 我们不小心吐出来的话 我们把它吞回去或者是把它吐出来就没事了 但是因为麻醉的病人 他自己睡早了 他没有办法这样做 所以有可能他如果东西不小心吐出来 就会跑到肺里面去引发我们所谓的吸入性肺炎 那吸入性肺炎严重的话 甚至可能要放置气管内管 然后到交互病房观察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形的话 所以我们会强烈的要求 病人要在八个小时内要禁食 邓志源医师表示 在进行检查的过程当中 会由专业的麻醉师全程掌握生理指数 以及病患的麻醉情况 如果顺利完成并不会有副作用的产生 对于要做定期身体健康检查 或是有疾病药造肠胃镜的患者而言 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记者 许立晴 花莲市报导